台南市的德洋艦園區是全國唯一的軍艦博物館 碼頭一旁一處生態池放養著後跟海星等海洋生物 供遊客來觸摸體驗 不過卻有民眾投訴原方缺乏管理 讓遊客摸個不停 甚至抓起來拍照 也導致此子裡頭不少的魚汁翻度死亡 不過業者則是解釋 死亡的魚汁其實是作為飼料用的 海洋生物在水石悠遊 孩子們看見好開心 近距離觀察 好奇伸出小手 輕輕觸摸感受一下 這個地方就位於台南安平 德洋艦園區的觸摸池 養著後海星和各式魚類 本該是讓孩子們生態教育的場所 但卻被民眾拍下這一幕 小魚翻度死亡 兩三隻出現這樣的慘況 甚至被甩到地板上 民眾投訴抱怨 園區五人看管 放任遊客摸個不停 甚至還有人把魚抓起來拍照 有些魚不堪輪番用力抓取 和不當觸摸之後 最後翻度死去 不過面對這樣的質疑 園方出面喊冤 翻度的魚汁是冷凍死魚 當飼料未使用的 別人看到會 就是會有不一樣的感官 然後我們只是當時是 餵死而已 因為他們也燒吃飯 不過這樣的解釋 投訴者不以為然 當天有跟成人手掌 一樣大小的魚 確實是被活活玩死的 最想要派人員在那邊宣導 個人只要有什麼 對他們有什麼虐待的新聞 我們絕對馬上只有自己 葉枕與諾 將管制民眾觸摸 否則孩子玩新一來 恐怕對動物造成極大的傷害 華新新聞黃富留漢神謝玉欣 台南報導